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嗨我们今天来谈那个柯文哲 我叹气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不是惋惜 而是觉得说一个政治 一个这么聪明的政治人物 却栽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上面 让这个柯文哲呢 他在2028总统大选的这场战役里面 他其实已经提前say goodbye了 Time to say goodbye 已经可以跟柯文哲这个挥手了 2028呢现在呢 赖清德呢他当然肯定是要这个角逐连任的 除非有什么天崩地裂的 什么样的大事 阻碍了他角逐这个2028连任 否则的话他一定就是会去角逐连任的 那国民党呢这边呢 到底这个卢秀燕的意向是如何呢 还是在这个未定之天 或是有什么其他的人要来挑战 未定之天可是很笃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柯文哲不管之后呢 再有些什么样天大的这个事情啊 我认为呢柯文哲呢 他在2028的总统大选的这场战役里面呢 是已经没他的份儿了啊 不但是假账案的这个风暴 还有就是金华城的案子 北市科这个台志光这个三大案 也都会呢伴助呢柯文哲的步伐 然后再先来讲这个假账案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非常的离谱 就算是就算是就算是这个经过了检调的这个侦查之后呢 是证明说一切的这个事情呢都是会计师端木正 他违法妄为莫名其妙摒弃专业 就是自己呢在那边挪移这些的所谓的调节账目 然后因为你对不上 我们的这个政治现金法是这样子啊 你有一个政治现金的专户 你的钱呢进到了政治现金的专户里面去了之后呢 然后呢你要报账嘛 那你就是把你的支出呢都列出来啊都列出来 然后要有付上单据啊付上该有的这些的证明啊 然后呢减掉就是你的政治现金 你的政治现金的钱减掉你的支出 然后你剩下来多少钱 这就是我们政治他公告的政治现金法 然后这个监察院提供的这个表格 让大家去填写 然后去公告让大家去审查的 就是就这么简单 你说起来有没有什么非常的复杂 其实他没有很复杂 你就是你的收入你减掉的支出 然后你就是你的结余嘛 然后你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 你去登载你的政治现金的这个支出的项目的时候 现在的会计师 民众党讲会计师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就太多比了太多比了 他们的钱赛太多了太多了 有18万的这个小草的这个捐款 然后呢竞选期间的时候花费又这么的多 然后我时间上很紧迫很紧迫很紧迫 所以说我要来去对这个账 我要把那个账要能够平易啊 要平易那个评损实在是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呢 就是他其实就是凭空捏造 凭空捏造 假爆了这些的支出 然后塞到了 石乐 然后尼奥 这个公司里面去 然后像 那个石乐说 我们没有收到这个钱 这个案子整个才这样子 强出来嘛 那如果说真的是如民众党所说的 就是这个会计师不知道 他是发 他是怎么样 他是吃错药了吗 还是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 怎么会如此的失心疯的 践踏自己的这个专业啊 这样子凭空的捏造 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的开销 然后把硬塞 在这个三家的这个公司里面去 就算是如此 柯文哲呢 也绝对不是所谓的视人不明 而是知法犯法 因为呢 政治现金法里面呢 有关于 参选人 政党或者是参选人的 他们的 会计报告书里面 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明白 就说 参选人本人签名盖章 而且呢 要委托会计师 查核签证 所以说呢 会计师呢 是 政治现金呢 你到底有没有 合法的花用 有没有假造 的第一个 他是签证 他是签和 核准 审查的第一关 那也就是说 你的 你所提出来的 你政党 还有你参选人 提交的 会计报告的账目 这些收支单据呢 都要对得上 你会计师负责的是 签和认证 并不是来帮你 记账的人 所以说 我说 民众党 柯文哲 竞选总部 他们 知法 违法 就在这里 你本来就知道 记账的人 跟认证的人 签和的人 需要两套 不同的人马 我自己 我自己记账 我自己签和 这不是 这不是裁判 兼求员 求员兼裁判吗 那柯文哲 会不知道 这样子的事情吗 他选过两次的选举 他选过两次的台北市长 你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有民进党的大军 大军进驻 来帮忙你 你可能或许 你可以说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过程有什么地方 那你第二次选台北市长 你总是你自己在弄了吗 你怎么不知道说 记账 跟会计师的这个认证 需要两套人马呢 所以说 他就是 知法 他就是知法违法嘛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我们今天呢 怎么 就说 你 你柯文哲 你自己塑造出来的这个形象 当你说蓝绿 两党都是垃圾 当你在看到 侯振营 还有赖赖赖赖赖金 他们爆出来的这个政治现金 然后你说 一邊呢什麼五億多 然後侯陣營呢才兩億多 你會相信嗎 因為他自己是四億多 爆出來是四億多 他說他們都是騙子 結果搞了半天 你自己才是最大的 你自己才是最大的一個知法玩法的人 你這個完全就是說不過去 你這個人設呢是太崩壞了 你就是有嘴說把人 沒嘴說自己 你就是所有的呢 完全柯文哲就是完全的就是寬以律己 嚴以待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覺得很嚴重的就在於是柯文哲 他所他們因為呢要去製作呀 要去銷售啊 這個競選小物 他所成立的這個木可公司 我們從這個檢調搜索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的非常的這個清楚 木可公司呢就跟民眾黨 柯文哲的辦公室 他們就在同一層樓裡面 就在同一層樓 然後檢調呢 他就是到他就是到這個民眾黨的黨部 他們租台應該是租台坡的吧 大樓的這個 這棟這個建築物裡面 同一層樓裡面去搜索這個木可 你所有的你提供他的在這邊呢 在去那邊接待檢調的去接待 去接待 等著這個檢調去搜索的 然後幫木可發言的 都是民眾黨的人 這非常的奇怪嘛 你木可跟你這個民眾黨 跟柯文哲競選總部 到底是什麼樣的這個關係 你當初呢成立一個 成立一個這樣子一個木可 是要去銷售你科批的相關的競選的商品啊 你說你們的黨部啊你們的競選總部呢 沒有這樣子的這個經驗 我覺得都都可以理解 可是呢你為什麼你在那邊擔任董事長的人 同時也擔任競選總部的財務呢 他就是他們的財務長 民眾黨的這個財務就是競選總部的這個財務長 李文宗的妹妹啊李文娟啊 你這樣子你這個競選總部的錢 然後就弄到了這個木可這邊來 然後有好比好多筆的這個支出呢 都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然後開演唱會的這個利潤的盈餘呢 也都是歸這個木可公司這個所有 然後你的這個授權的權利呢 柯批的他設計的東西 社權權利呢 還都是簽給了這個木可公司 那你這個小草 你小草的很多的你的捐給柯文哲這些錢 一筆一筆的花在這些的這個項目上面 然後他的那賬物不清 那他到底這個木可 木可是來作為你一個去消化 競選總部的這個政治獻金的一個單位 然後他的結餘他的盈餘 又流向了什麼人的口袋裡面 就說不清楚講不明白了嘛 這個當初呢 木可在他們在去設這個木可的時候 柯文哲的這個競選總部 他們就說他們是仿照這個扁茂工廠啊 當時呢呃陳水扁他在選這個從台北市長怎麼開始的時候 他們有那個扁茂工廠啊做了很多非常有創意的這些的小物 但是問題是說扁茂工廠的來經營的扁茂工廠的人 他是他的親信好友是陳水扁親好友羅盛順 好他擔任總經理但是他沒有管選舉的賬物啊 怎麼那麼的糾纏不清呢 這個是不是會讓所有的你當初呢懷著一股的熱情 然後你一再的強調你自己柯文哲你是呃財政機率最好 很多的人呢就覺得說藍藍綠呢都很爛好你柯文哲呢非常清廉 懷抱著那個熱情把款捐輸給你的小草 你看看柯文哲怎麼樣用你的錢 你心裡面不心涼嗎 你柯文哲這樣子的背叛了所有人的這個信賴之後 你還要去想2028嗎 2028你現在就已經可以say goodbye了 就愛點你UFO